176.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奧巴馬條款共和黨人總統初選變機案遊戲 2015年7月4日國際新聞 美國華盛頓三日信 美國總統奧巴馬向搶著出戰接他大位的共和黨人許下一個願望 但願機會永遠勸故著你 奧巴馬周四條款共和黨 為了國族2016年總統大選 共和黨內一群有趣的政客勁商爭委當候選人 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至今已達到15人 他在中西部威斯康星周向學生們致詞時說 我們民主黨內只是幾個人的健康競爭 但我卻無法計算到底共和黨有多少人要拘束這位置 奧巴馬開玩笑表示 他們人數足以玩真人版機案遊戲 機案遊戲是暢銷系列成人小說 後來被拍成賣座電影 內容描述反烏特邦的未來世界裡 而同和青少年互相屠殺的血淋淋電視真人秀敬賽 共和黨15人搶出位奧巴馬飛底威斯康星周部下專機空軍一號時 州長沃爾赫前網接機 沃爾赫宣布國族共和黨總統提名 成為共和黨第15位國族黨內提名的候選人 目前 共和黨初選競爭者包括6位現任或前任州長 5位現任或前任參議員 1位商界高層主管及1位神經外科醫生 至於民主黨 前國務卿希拉里成為領跑者 分號